各位好 我们好 我是预露姐 今天要做高丽菜猪肉水饺 我记得小的时候呢 我爸爸每次从部队回来 我们全家就会总动员做这个水饺 当时的气氛就会觉得好欢乐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美味的水饺分享给大家 先来处理高丽菜 这个高丽菜前面这个梗 这个地方特别厚 这样子 把它拍一下 好 这样它的口感会比较好一点 大小我们就切这样子 如果你要用食物处理机打的话 要记得不能打得太细 打太细就没有口感了 我们就大概是切这样子的大小 不到一公分 对 好 OK 等一下就全部这样切一切 这菜都切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要准备杀青 加差不多一匙的盐 把它搅拌一下 现在放旁边 切一些葱花 这个葱花我们尽量把它切细一点点 这个是最后的时候我们要加进去的 这个是猪角肉 这个角肉如果你去肉摊买的时候 要请老板搅细角 你说你是要包水饺用的 那你如果是买现成的角肉回来 你就稍微再把它剁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其实就是要剁细一点点 好 OK 这边是一台筋 就是600公克 现在我们开始把调味料加进来 盐 味精 姜泥 姜泥不要太多 如果太多它只剩姜的味道会太强味 这边是一点点的五香粉 米酒 去腥 蚝油 好 提鲜 接着呢我们先把它初步先把它抓在一起 大家最好是用这个五爪 你看我戴手套是因为这样子你等一下肉馅不会跑到那个指甲缝里面很不好洗 我们就这样先把它搅一下 搅一会以后 基本上它这个调匀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打水了 打水的步骤非常关键 一般是打葱姜水 但是因为我们刚才加了姜泥 而且等一下我们还会加葱 所以我就直接用这种生水直接打就好 一次加一点慢慢打 打水的目的就是让这个饺子馅 它最后吃的时候它是很柔软的 它才不会整坨硬邦邦的一块肉在那边 所以为什么你在外面吃的水饺会觉得这么好吃 这么松软就是打水 还有这一次回山东的时候 我学到的这个打馅料 我才发现说馅料要好吃最关键 第一个是打水第二个是油 油也要多 对对对油不够不好吃 对这个你不管是包包子也是这样 馅料一定要油亮油亮 你看我才打一下我这时候很酸 你水吃进去以后肉就搅不动了 它就这样子 不过这个一定要使劲打 对这个你打到这个程度你已经搅不动了 香味出来了 对就再加水 好加了就再打 一开始那个猪脚肉的肥瘦比例大概是 一般瘦的话七肥三 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你想要瘦一点想要肥一点就自己再调整 你看哇又打不动了 再加 这样子是不是很软了 对 再来就是最后最关键的香油 这个是葱油 葱油特别香 我在花卷那一集里面有介绍葱油要怎么提炼 到时候我会把连结放在影片的最后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这葱油把它加进来 葱油是馅料的灵魂 灵魂 我们上次做鲜肉包也是加了这个葱油 超级好吃的 OK哇好香喔 好那基本上我现在这个肉馅的部分 好已经处理好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馅 好你看一下 软软绵绵油油亮亮啊 对好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这高丽菜加了盐以后呢 它就出了很多水 这水我们就用这个把它挤一下 不要挤得太干喔 挤太干其实不好吃 好我就用手这样子 好放进来 接着把这个葱花加进来 最后我们就把它搅拌一下 这样我们的水饺馅就已经调好了 先把它放在冰箱里头冰一下 这样等一下就比较好包 现在来做饺子皮 中筋面粉里面我们加的这个是冷水 一般我们做水饺用的是冷水面 如果你今天要用的是蒸饺或者是 锅贴的话就要用烫面 现在把它移到案板上面 下手揉面 先把这个面把它秤开来 这样子我们的面皮会比较筋道一些 把它收成一个面团 收成面团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身体的力量来揉面 我们在做包子馒头的时候 其实揉面的手法都是一样 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有一个距离 这样你的手比较不会这么酸 我现在大概揉了五分钟左右 好那你看我的手法 就是两只手左右左右 这样去按压它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搓成一个长条了 我们要准备分剂子 如果你觉得它拉不长就让它休息一下 放个两分钟 这样一搓它就拉长了 ok 那我们现在来分剂子 这样抓着 这每一颗剂子大约会是15公克 13 大约 ok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50个小剂子 直接这样子抓着 然后这只手用力 这样一个剂子就下来了 在上面撒一些手粉 这样它每个面团才会粘在一起 ok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擀面皮了 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稍微这样转圆 小时候我的工作就是做这一个工作 就是这样转圆以后压扁 然后我自己觉得很好玩 觉得自己很重要 呵呵呵呵 就把它全部这样吃 水饺现在已经从冰箱拿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先把这个拿去微波 微波以后先试吃它的味道 如果太咸或太淡还可以调整 试吃一下 那根底下还很脆耶 好好吃喔 味道刚刚好 那我们要来包水饺了 这个面胚要用布盖子 不然它会干掉 然后我们取一个面胚 好 在桌上撒一点点粉 好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擀面皮 左手转 右手推 推的时候呢 你不要超过中间 好 这样子一个面皮就好了 这样中间会有一点点厚 旁边是薄的 这个馅料就直接把它打进来 哎呦 你这个东西还蛮特别的啊 这个是我上次回山洞的时候特地去买的 包水饺用的 那包的时候我们就这两个定点 把它先压住 然后这边的虎口把它封着 这边的虎口也把它封着 你看这样 然后接着从中间这样稍微靠拢一下 OK 那你看我们这个小元宝就OK了 漂亮了 那这个上面要给它撒一点点粉 这水饺很大 很大 我们家的水饺呢 大概每一颗都是30公克 超级大 如果你的馅料呢 真的太淡的时候 你就是再补一些盐或酱油 那如果你太咸怎么办 太咸你就再加一些高丽菜 好 我以为碗皮包厚一点 呵呵呵 所以啊 综合 一定要先试 试好了以后你再包 不然你等到全部包好的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了 嗯嗯 现在全部都包好了 要冷冻的话 你可以像我这样子 一次多包一点 然后就这样架着 然后直接放到冷冻库 好 那放冷冻库的话 放三个小时之后 拿出来它每一颗都变硬能 就可以放在夹链袋头 装进去封起来 然后就放在冷冻库里面 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煮 那我们现在来去煮水饺 每颗水饺都这么大一颗 嗯 OK 水滚了以后呢 先把它制造一下 让这个水不要是静止的 如果是静止的 它很容易下去就粘着 弄个漩涡就对了 然后旋转一下 然后要边推着哦 水滚了它就飘起来了 这个时候呢 大滚以后 我们大概再让它煮两分钟 它就熟了 如果是冷冻的话 大滚以后就要让它煮五分钟 通常很多人会一直点水 我们家是没有在点水的 你这个时候把火稍微转小一点点 就是让它煮熟其实就可以了 对 因为我们又不是蜻蜓 哈哈哈哈 我们家的沾酱很简单 就是一点点的酱油 再加一点乌醋 再加一大匙的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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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超好吃的 那我们现在赶快来试吃看看 你看还有滴汁耶 嗯 你看还有滴汁耶 嗯 这面皮自己擀的真的是很Q弹很有嚼劲 这个面皮自己擀的真的是很Q弹很有嚼劲 这个面皮自己擀的真的是很Q弹很有嚼劲 因为高丽菜其实还蛮脆的 因为高丽菜其实还蛮脆的 有时候 山东有一句谚语叫做 舒服不够躺着 好吃不够饺子 欢迎大家试做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集见 拜拜